這是民進黨長期的主張 這是蔡英文總統在2015年12月8號的臉書 落實建立聽證調查制度強化監督能量 這是民進黨長期的主張 我想請問院長 這也是您的信仰嗎 對 讓國會更有效率 那行政院跟國會 跟立法院一同來努力 這是國家 國人共同的希望 是 這次的覆議案裡面 你們覆議了全部 所以你知道裡面有幾條是民進黨的版本 所以我所知道的都是一些程序上的規定 所以這一天你也要覆議嗎 全部覆議 全部覆議 所以民進黨的版本你也覆議 因為公法學子專家跟我們的討論認為 我們必須就全部來做覆議 不是部分條文 立法院執權行使法裡面可以就一部分來覆議 但是我們決定全部來覆議 所以也就是說行政院打臉民進黨的版本 民進黨的版本是針對書面回覆 從20天降為10天你認為治安難性 是嗎 這個如果有機會討論的話 是要維持這個案子 所以民進黨版本你也覺得 治安難行 好 治安難行都是治安難行 我剛剛聽到您跟前面幾位委員的尋答 剛剛看到說行政院版本的這些圖卡是你的心情 我很差異 院長 你已經不能有心情 你就是院長了 你是最高行政首長 你要對全民負責 所以相關的法案 相關的理由都必須要非常謹慎 昨天晚上我有一個影片 那也是我的心情 好 那是你個人的部分 但是你現在可能是一個行政首長 王委員好 院長長 我想這幾天大家已經討論非常非常久 我還是想回到憲法跟法律的層次 是的 我想問一下 行政院現在是在跟大法官搶憲法的解釋權嗎 當然不是 不是嘛 所以行政院不是憲法解釋單位 當然不是 國會改革 大家說國會改革擴權 但是我們認為的國會改革是希望老師說真話 我想問一下院長 你認為的治安難行在憲法程式裡面 憲法最後條文說我們決議的法律案 你認為有治安難行的時候 你可以提出複議案 那什麼是你認為的治安難行 還是你們現在的理由看到是違憲就等於治安難行 違憲是當中的一部分 所謂依法行政這個法 當然就指憲法跟一般的法律 好 所以你認為違法就治安難行 那現在的問題是 剛剛你也承認了嘛 我們憲法的解釋權是誰 是憲法法庭 對 憲法法庭 憲法法庭在解釋憲法 不是由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總召 或者是行政院院長來解釋 你同意嗎 同意 是 所以我在立法院 我也才剛剛來個五個月 但是我常常聽到一句話就是 只要在野黨通過的法案 都是毀憲亂證 那不一定是這樣子 我聽到我至少在這邊立過幾個法 只要提出法案就是毀憲亂證 尤其最近的才華法又聽到毀憲亂證 院長 我本來希望在總質詢的時候跟你討論才華法 你認為在野黨提出才華法是毀憲亂證嗎 要看內容而言 好 要內容 同樣的法案 國會改革的法案 民進黨提出非常多次 我們也希望說剛剛 院長已經說了 行政院不是違憲審查機關 沒有憲法解釋權 民主進步黨的立法院總召 也不是憲法解釋機關 請不要以後用違憲亂證 來形容立法院所提的每一個 不管福國立民的法案 你做得到嗎 你可以約束這些人嗎 至少你可以約束行政院 行政院是憲政機關 我們對於在憲法的權利被剝奪了 被侵害了 或是被破壞了 我同意 但是我要說的是 你不是違憲審查機關 你同意嗎 對不對 我們都有義務提出來 憲法上的救濟 跟一般法院的救濟 行政院不要自詢違憲審查機關 不是 行政院不是 好 接下來我想問說 這是民進黨長期的主張 這是蔡英文總統 在2015年12月8號的臉書 落實建立聽證調查制度 強化監督能量 這是民進黨長期的主張 我想請問院長 這也是您的信仰嗎 對 讓國會更有效率 你認了嗎 那行政院跟國會 跟立法院一同來努力 這是國家 國人共同的希望 是 這次的複議案裡面 你們複議了全部 所以你知道裡面有幾條 是民進黨的版本嗎 所以我所知道的都是一些程序上的規定 所以這一天你也要複議嗎 全部複議 所以民進黨的版本你也複議 是嗎 欸這個 如果有機會討論的話 是要維持這個案子 委員案或是處理 我們尊重 好 治案難刑都是治案難刑 我剛剛聽到您跟前面幾位委員的尋答 剛剛看到說 行政院版本的這些圖卡 是你的心情 我很詫異 院長 你已經不能有心情 你就是院長了 你是最高行政首長 你要對全民負責 所以相關的法案 相關的理由都必須要非常謹慎 昨天晚上我有一個影片 那也是我的心情 好 那是你個人的部分 但是你現在可能是一個行政首長 我想問一下 民進黨已經執政兩次 從陳水扁總統八年到蔡英文總統八年 請問這兩個八年 民進黨有提出任何國會改革的版本嗎 如果你覺得不好 那又是你的信念 民進黨提過嗎 在他們兩次的幾乎是 尤其是蔡英文總統的八年 完全執政情況下 有沒有提過相關的版本 應該是有討論到相關的版本 你剛剛說這個法條不好 你要不要提出更好的版本 為什麼這一次民進黨在 他們也提出國會改革版本 在立法院職權行事法裡面 也沒有國會聽證調查制度的版本呢 那時候你還沒有到行政院 如果是國會改革的版本 應該不宜由行政院來提出 是不能用行政院提出 但是可以由行政院複議嗎 因為他牽扯到 機關法人團體人民 如果院長剛剛說這個法條不好 複議案沒有空過 總統公佈就可以修法 你們要不要提修法版本 應該還是從大院裡面自己來 複議裡面來做文字上的調整 法條上的調整是比較下意的 複議沒有辦法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要另外提修法案 我想這個相關的程序 你們可以提啊 不需要浪費國家資源 我認為行政院來提嗎 我希望院長 如果你有更好的法條 就拿出來 大家可以繼續往下走 我想人民都在看 但是用一些情緒性的字眼 或者是說用一些故意去抹黑的字眼 我覺得不宜啦 並沒有 如果我現在就要問你啦 到底有沒有抹黑 院長 我們都是為人父母 我們認為 你認為說謊是正確的嗎 那我再說一次 說謊是所有人的人格自殺 從小到大 我們都被爸爸媽媽老師教 不能說謊對吧 是 在學校不能說謊 在職場不能說謊 在法院作證不能說謊 因為有偽證罪 接下來我要跟你說 你們說這個不明確的法律概念 來部長 你要上來請在哪 時間暫停 我現在跟你講的就是 我們希望您是全國最高的行政首長 我今天只跟你談公務員 官員不說謊 對行政員來說是至愛難行嗎 你說很困難 因為這個不明確的法律條文 這是刑法168條 刑法168條 刑法168條 只要證人在法庭上 對案情有關的重要事項 為虛偽陳述 這一點 這個法律已經民國23年到現在 部長 請問 這裡面有哪一個虛偽陳述 有哪一點是不明確的法律概念 這個是有一個代證的一個事實 一個存在 我想我們都念法律 168條 是因為這是處罰證人的規定 有沒有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虛偽陳述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嗎 是嗎 這個是有一個 檢察官已經用這條用了多久了 法官用這條用了多久了 但是在這個這個 這個裡面168條 這是一個 一個實行很久的一個法律 而且這是一個證人 他陳述他親身經驗的一個事實 所以有一個客觀真實的存在 你認為公務員陳述他經歷的真實的事實 所以這個有一個虛偽 有一個虛偽 但是 但是我們在國會的改革法案裡面 立法案性司法 這裡面的虛偽 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 而且是人演人輸 他沒有一個客觀的一個 代證的一個事實的存在 我想我講這個代證的事實存在 我想委員應該很清楚 我們都念法律的 好我希望你不要搶我的時間 第二個院長很簡單 這不是不明確的法律概念 已經用了上快百年的一條法條 最重要的是我認為 你是最高行政首長 不說謊 在立法院 是自愛男性的嗎 你告訴我這句話 是還是不是 不說謊是每一個人 自我內心自我的要求 沒有說 官員更應該不說謊 但是誰來判斷 要不要有一個代證事實上來判斷 所以這個案子 在刑法上面 所以調查者是檢察官 是你法務部所俠的檢察署 判斷者是法官 不是立法委員 請不要再以而傳而 但新的審法裡面 是有這樣的行為的 對 但是虛偽陳述 不是不明確法律概念 我再講一次 這個法已經用了上來 不過虛偽陳述的一個前提 必須有一個客觀的一個 帶重的一個事實 一個存在 我在講 所以你檢察官要去查 立法委員移送給你就不查了嗎 你不查 那交給你刑法要做什麼呢 所以我們說 你給地檢署來調查 有沒有虛偽陳述 地檢署檢察官 比立法委員更有經驗 法官更有判斷 這是依法行事 下一條 官員出示質詢 立法院的決定不能用表決的方式 這是非常主觀的 我們把它移送任何人都可以告發 不是嗎 如果今天這是條公訴罪 一般百姓知道那個人在說謊 他就可以拿去法院做偽證罪的告發 不是嗎 同樣的 有人拿出資料 證明這個人在國會說謊 他也可以拿去告發 不是嗎 為什麼要透過表決的方式 沒有要透過表決的方式 院會決定 因為這是刑法 這條是公訴 院會移送 就像所有調查委會 移送某某調查委 給廉政署一樣的道理 院長 不要再說跟院會有關 這個就是對於不確定的行為 馬不確定的行為用來表決啊 院長我再請教 最近我常聽到說 只要增加預算就是 違憲 你認為嗎 立法委員只要增加預算就是違憲 你同意嗎 立法上對國會的權責 是有類似的規定的 好 謝謝黃委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